你跟自己的太太是怎么分工的 小事被他管 大事被我管 他里能有什么大事 国泰民安和谐社会 收入呢 全额的都在我老婆 那你自己都没有零花钱 我有张信卡的钱 老婆帮我还 你那个马桶盖底下没有粘 什么那个衣柜里面 你都不粘的 鞋垫底下 刚结婚的时候曾经 留过 这样的心思 确实留过 然后后来是 自己找不着了 藏得太好 有这样的 后来怎么暴露了呢 刚结婚不久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要用钱 他借那个钱数 刚好是我给我老婆的那个钱数 挺多的钱 然后我老婆说 那把你给我那个钱 借给那个朋友 也知道那个是一个好朋友 就特别感动 大事就内疚了 就非常内疚 然后我说 哭通就跪得下来了 抛出香港 老婆 我有四方钱 老婆心里想 小样 这是一个计谋 射得燥 在那之后 我就再没留过私房钱 那你要给家里 给他买个礼物 刷完以后 他帮你还钱 对啊 这一段剪掉别拨 这会影响 我的家庭团结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